新一屆勞僱會僱員代表選舉今天舉行 今屆選舉一共有27人參選 國旺杯葛選舉的民主派也有5個人參選 869個已經當季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 將以全票制形式選出5個僱員代表 投票由早上9點至下午5點 之後隨即點票 部分候選人早上在票站 美夫社區會堂外面拉票 民主派參選人擺設街站 有警員上前指他們涉編非法集結和違法限聚令 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 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警員其後也要求其他在場候選人出示身份證